秦刚,中美都不想打仗就要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近日接受美国多家主流媒体主编和资深记者联合采访 关于台湾问题 秦刚指出 我们认为预防危机比管控危机更重要 管控危机的最佳方式是防止和减少对华消极政策和行动 特别是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 台湾问题是可能使中美陷入冲突的主要潜在因素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辅 美方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与台湾之间的接触 缓和紧张局势